接着收看桑花达书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TI82018年的隔交警赛 EG对战液体的败者组半决赛 双方BO3第二场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EG的一个班人 这场比赛EG一上来是搬掉了一屏猪 小黑肯定还是要搬的 那么液体选择搬掉的是陈破术士和小鹿 还是大叔这边好 官方那边弹幕太屋了 咱们这边人少啊 人多了以后也还是会有这个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让人糟心的弹幕的 人少就好一些 话说这个就在TI8结束以后的那个 TI8结束以后的这个比赛 如果哪位观众有这个就是整全部的这个赛程表的话呢 也希望大家各位观众能给我一下 给我一下因为我想就是发给我一下 我想目前我还没有找到 因为国内好像 就官网上面我现在找不到 因为DOTA2的中文官网 它的那个版面实在是想找个什么新闻都找不到 特别难受 就感觉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都是藏着掖着 就是不让你看见 就是不想让你看见的那个感觉 不是不是不是TI8的赛程是TI8结束以后 TI8到TI9因为在TI8开始之前 TI8到TI9的这个比赛的赛制就已经定好了 而且已经开始接受这个赛制主办的主办方的这种 应该算是投标 还是应该算是这个名额的一个报名的工作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算 这场比赛夜体一手势直接拿了一个VS 小黑没有被扳掉 那么看看EG要自己拿 小黑还是让给对方拿 好 跟DOTA输了补偿下大输 我叫阎光初 我叫阎光初 好的好的 感谢观众大佬阎光初的打赏 非常感谢 EG在第一手是拿出了骷髅王 第二手是拿出了险影方灵 这样的话小黑掏出来吗 没有掏出来 拿出的是先知 这样的话MED CONTROL的先知掏出来了 第四手呢也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扳掉了 这个蓝猫 连想都没想就把蓝猫给扳了 扳蓝猫的话呢 这场比赛小精灵被扳掉的前提 情况下这个小黑 我估计EG还是要扳一下 因为现在前两手英雄配小黑的话 太好配了 大叔有1出1 互乱支援白虎同时登场的胜率好像是0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计算 没有计算过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来得及去统计 EG这场比赛也是赶紧把熊战给扳了 熊战这英雄也是马桶的绝魂之一 看看小黑要不要扳吧 第五手液体扳掉了炼金术石 这样的话也算是把EG这边能够拿出来的这个大招流体系全部扳光了 扳小黑吧 EG就别想了 这不扳小黑 不扳小黑要凉的呀 小黑这个体系虽然说在面对骷髅王这种就是冲上来以后 把你所有人都减速了这种比较恶心的存在 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好打以外呢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在有VS的一个情况下 小黑体系打这个 目前EG前两手英雄还是不难 其他的用来打小黑体系的 之前开发出来的一个比较 应该说效果还算是比较明显 并且还说得过去的就是PA 我头是真铁呀 提前拿幽鬼 提前拿幽鬼出来 这样的话液体其实也不用怕 液体这场比赛如果要想拿小黑体系的话 可以在三四手连拿小黑加上凤凰 或者是这手先拿凤凰 先拿凤凰 EG这个阵容已经不可能去拿小黑了 可以先拿一个凤凰 然后再去第四手拿小黑 如果他打算打这个小黑体系的话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关键局的话 这场比赛感觉VS 是不是可以考虑放给这个Krogi去打 然后在四号位的位置上 给GH拿一手神牛 神牛现在还在 九仙 九仙 九仙谁打呀 辅助位先知吗 Krogi的先知 Krogi先知 然后交给这个GH去打VS 九仙也算是一个可以去打小黑的英雄 他可以去帮助小黑在这个战场当中 因为他冲战能力比较强 5号位先知3号位的这个九仙了这个是一个 EG在第四手接着拿巫妖 上场比赛这个巫妖确实发挥的好 而且巫妖去保佑鬼的话也是一个 非常古典但是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组合 看看Liquid的最后选择是什么套路吧 这场比赛EG是故意放给你小黑 其实相当于 拿了TB 哎呦 Miracle的TB 这个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了 上一轮比赛 老干爹打这个 老干爹打OG的时候 也是一个TB打幽鬼 但是那场比赛这个老干爹是输了 看看这场比赛这个游鬼怎么说 但是那场比赛除了有游鬼以外 对方还有一个电 除了有游鬼以外还有个电狗 最后一手的班人方面 这场比赛EG是选择搬掉了剧毒术士 上一场比赛剧毒还是挺恶劲的 而且这场比赛 现在差的应该是一个马桶的英雄 死灵法跟剧毒这种绿色系英雄 还有熊战士都被搬掉的情况下 目前EG差一手终担 苏妙的终担在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 按照这场比赛这个RTC的游鬼来说的话 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去搬掉一手 要考虑搬一手黎娜之类的英雄 虽然说黎娜这个英雄送料不怎么用吧 EG的中单英雄 其实这场比赛还有一个英雄 是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处理掉的英雄 就是小小 小小这场比赛还是可以上的 而且EG的小小这个英雄拿的挺多的 虽然胜率很低 胜率是真的不高 然后老虎这个英雄也是有可能会出场 但是这两比赛由于没有三号位的位置了 所以老虎出场的概率相对来说低一点 这样的话液体能够搬掉的中单其实不多了 可以防一手对方的这个一号位飞机 中单的飞机可以防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中单选魔这两个英雄 飞机选魔 然后再有的话 如果再想的话就是老虎 就这么几个选择目前 小小这场比赛如果出场的话 其实效果也不错 小小的这个VT2连爆发 打这个TP还是前期很舒服 中期也很舒服 后期TP出到冰岩以后是会差一些 最后一手立会的这个班人在中单这个位置上现在有点犯难 因为他们现在自己其实在这个中单位置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人选了 马桶的英雄几乎全都被搬光了 果然是搬掉了小小 搬掉小小还是拿了一个绿色系的英雄给这个马桶 这样中单的位置 EG现在他拿这手亚龙其实是变相的防了一个TA 他这样比赛是不拿亚龙的话 对方如果他拿了一个缺少这种持续掉血能力的英雄 这样比赛EG在中路拿一个TA出来的话 这样比赛基本上液体就崩了 现在先提前拿一个亚龙 这一手的BP还是相当显示出来的 老液体的这个BP上的一个比较老道的一点 只不过这场比赛现在液体这个阵容的控制有点少 就是能够打断技有点少 除了VS的打断技以外 只能是靠着九仙的变身有两个打断 其他人是真的没有打断的 当然这场比赛拿亚龙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现在亚龙的这个 优名剧毒这个技能是一个带破坏效果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队友去把这个优鬼留住的话 那么在这个 应该是优名剧毒 应该是优名剧毒那个技能的名字 在他这个技能里边还是可以快速的去击杀掉优鬼 这样的话可以省一个大引刀 这样EG的中单位 其实现在不能拿TA的情况下 剩下的也就只剩下一些常规的法盒中单了 物理盒中单的话 拿出了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这个英雄这样比赛 可是伐木机也是一个很怕这个优名剧毒的这个人 伐木机这个英雄倒是个选择打中单 这样比赛 没有够的TB 这个TB倒是真哗着 两边的大哥为这个别的不说光影效果满分 这场比赛其实对EG来说的话也没有办法了 EG在最近比赛当中拿出来的中单就是他们打过的中单英雄 小小被搬了 死灵法自己搬了老虎实在是胜率太低 然后蓝猫被搬了飞机这场比赛呢我估计可能不想用因为跟这个优鬼有点抢钱 卡尔呢苏妙的卡尔打的在现在这个全世界最如果按照顶尖的卡尔和这来算的话 他也就算是一个二流的一个卡尔了 从全世界最顶尖的水平来讲 他就是个二流水平 血魔这场比赛要是拿出来的话 就很僵硬的一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因为没有队友能在边路帮你去有效的对对方形成一个威胁 那你自己一个人去打对方的话很弹头 所以血魔也没法上 再有再往后排优在中单的英雄的话 练金术士被搬掉了 影魔这个英雄基本上谁拿谁黑 然后TA这场比赛 对方提前拿了一个亚龙 你TA也不能选 克林克兹是自己给搬掉了 宙斯在这场比赛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用 宙斯被对方九仙直接冲脸的话 自己非常难受 根本没法输出 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没了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龙骑士 可是龙骑士这个英雄 苏妙几乎是不会去用的 几乎不会摸的一个英雄 在这整个这么长时间的比赛里面 苏妙也没有打过这个龙骑士英雄 等于这场比赛就是双方把中单的这个位置 已经给搬绝了几乎 所有苏妙能用的英雄都打不出来 只剩一个伐木技能用了 Tinger 苏妙的Tinger还是算了吧 大家稍等一下 我是都在外屋闹腾的 我去看一眼 好了 回来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分路 对线方面中路呢 是法姆基对亚龙 马桶的争端亚龙 Miracle的一个TB 说实话 我真的不太喜欢看 我真的不太喜欢看这个 液体打这种阵容 液体打这种阵容 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就是 Miracle这个一个人 一个人毒肥 然后变成一个一拖四的一个局 而且他这个一拖四 还不是说自己的队友不给力 是在自己的队友 其实很给力的情况下 被迫打成一个一拖四 先知再找两个数字 再找两个数字的话 肯定就是打不过了 这个神符方面呢 下落的神符也是 空到了两个 这样的话液体的一个三幅开局 液体的一个三幅开局 这样比赛又是一个 话说这个 TB的这个翅膀啊 总感觉后边整个翅膀 动得特别的 特别的不舒服 你们感觉没有啊 感觉长出来 在这个后背上动的 这个姿势特别的笨重 不像是长出来的 像是拿胶条粘的 看一下先知 这个地方浇一血了 这点跑不掉了一下 想到EG在上路顺利的 拿到一波一血 上路的这个骷髅王 加上险影方灵这个组合 还是一个击杀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组合的 下路的九仙 加VS的击杀能力也不弱 但是优鬼加上这个 巫妖的一个双减速 还是不太好杀 中路亚龙在前期的一个补刀呢 跟对方去跟这个孙妖去对耗的话 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耗不掉血 两个人都属于是很难去击杀对方的一个 一个情况 前期主要的爆发人头 应该都会集中在上路 不出意外的话 中路两个人 谁拼的凶谁吃亏 基本上谁拼的凶谁吃亏 而尽可能多的还是勾兵 然后去补刀 前期亚龙想要去耗掉这个人的血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自己输出完全不够 再加上没有皮 没有这个幽冥剧毒 补刀方面目前双方在中路 两个人现在是半斤八两 没有占到太多的一个优势 下路巫妖也是不断利用吃兵 再加上这个Noah去消耗 上路TB呢 这个位置给上一个锤 经济迷宫破影一击 这里死了 一个破影一击直接秒掉 nice 先知这波拉野 其实拉的有问题 这场比赛上路明显 对方是一个双控的一个阵容 而你拿的又是一个单核 基本上算拿的一个单核 现在双方的一个人头数是2比0 看看 而且这场比赛从1G这个阵容上来说的话 虽然说这个优鬼 优鬼和伐木机两个人打TB 其实都不算好打 这两个人打TB都不算好打 就是在 我是说装备有了以后 都不算好打 没有装备的时候 这个TB还行 伐木机起码打TB爆发够高 上路这边也是完全没有击杀的一个机会 我现在很想知道 液体这个阵容前期应该怎么杀人 看一下这个VS VS这也是打一波以后 这块一个优鬼之战打中两个人 nice 这样来这场比赛 1G现在是场面上优势比较 场面上优势其实是 就是对线的这个击杀的优势 其实挺明显的 但是现在经济方面比对方差一点 主要是因为优鬼的这个补刀比较强 下路的这个补刀确实压力比较大 这里锤住 二级的拍地板给上 能不能杀 GH这波感觉也死了 而且是 GH这个位优鬼 这没有继续追GH吗 这卡位 这里回头锤一下 Fly这个位置再往前找 因为已经磕大药把自己的血给补满了 下路其实按道理说 9先是一个前期有一定击杀能力的英雄 他的这个拍地板伤害和这个减速效果都是 在拍地板技能里面 包括范围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技能 上路这里又是过来找一波先知 一个倒影给上变身 前四野这一块还差一下 A出来 前四野这波被带走 看看Cred Cred这波能不能走得掉 Mirco身上没有鞋 对方鞋影方铃身上有鞋 树人进来开视野 赌路 那么这样的话是TP回家了 他说你早上不是说法案不及潮汐这种靠被动的英雄上不了场吗 啊这波优鬼是被先知飞过来以后给带走了 我是说这些英雄很难去上场 不是说不能上场 是说他们这些英雄现在很难上场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现在能够克制他们的方法太多了 再说了这场比赛 这个伐木机被选出来的原因 有一半是因为实在没得用了 但分小小要是在 要是对方选的不是亚龙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情 就只要还有别的选择 这样比赛苏妙不会去用这个伐木机的 这样比赛是真的没得用了 看一下这块缠住以后 打一套VS过来以后呢 掩护一下这里破影机打掉很多血 这里先知传送过来 攻击目标是找协影方灵 协影方灵比较好杀 但是这个先知并不是这么想的 先知准备去杀的是前四眼 这里还差一个合击 大药这个大药克出来以后 这两个人又是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合击 有点奇怪 两个人想杀的目标不太一样 其实当时如果选择去杀这个 协影方灵的话是稳杀的 太贪了还是 翻选这个工作 现在是几乎可以说是占到了 DOTA2这个胜负一半 甚至更高的一个比重 Miracle这波是 这里吃 没有吃我自己的魔伐 知道自己这波吃了以后 也感觉是扛不住 没有去浪费自己的这个技能 伐木机现在满级的皮已经可以开始去断兵了 这块VS赶过来以后 先把锤子给上 TB这块变身开起来 先带走前四叶 前四叶这波应该还差一下 让人头 让人头给这个Miracle 这样人头数来到4比3 现在双半人头数差一个 有这个爆发 这里大招给上 孙妙现在身上并没有去升这个二技能 这块还差一下打不出来了 还差两下 其实按道理说刚刚还差两下 因为这个皮确实有点高 首先 这块 首先这个地方想利用自己的这个暴击 去打这个击 没有成功 看一眼 这还不走 你这个还不走 是不是有点 有点拖大了吧 我感觉 巫妖也是赶到了战场 这个时候给上一个好 身上还有六根魔法 吃完了以后 身上剩下的蓝的应该是刚好够一个锤 这里TB 秒TB 漂亮 TB这里没有机会就换血吃魔法 拖一点时间 VS给一个锤 还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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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合机带走 漂亮 这波看看 Fly的这个巫妖 Fly的巫妖临死之前 又是给上了一个Noah 这里破隐一击 给一下 可OK 这个位置 身上还能扛住吗 扛不住了 人头数来到6比4 这样的话 这个VS的复仇光环 还差一个吼 还差一下 能打出来吗 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 又是一个死血逃生 那么这样 双方现在的人头数来到一个6比4 EG在经济方面也是暂时实现了一个团队经济的反超 基本上还是算持平吧 下一路9000快到6级了 看看9000到6级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杀一波这个优鬼 优鬼现在身上是没有了这个优鬼之刃 但是马上到6级 9000是先到6拍地板 狗狼往里追两下 没有再继续要杀的一个意思 因为知道对方这个时候身上有看了眼11个魔伴 11个魔伴还有两个灵魂类 这个杀起来比较没意思 自己队友能支援过来的也就是先知能飞过来 但是先知又留不住对方 这里经济迷宫缠一下 这里直接一张TP亮起来 巫妖过来给上一个V 哦还是死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死了 这个破影机的伤害还是高啊 满级的这个三级的破影机 这块一个扫描是扫到了这个亚龙 而且亚龙过来的时候刚好是被兵线给看到了 这样了 先知飞进来以后找一下这个优鬼 优鬼这里开大 看看传哪 这块是TP 另外一个人在家里没法传 那就只能是被对方留住了 这波优鬼被带走 人头数来到一个7比5 现在双方人头数呢 还是差距不大 经济方面 马桶目前经济是第一 九仙的经济目前是排在第五的位置 九仙的经济其实并不太好 TP的经济这样比赛比想象中的要好一些啊 TP的经济现在排在第三的一个位置 跟对方的这个骷髅王差不多 但是骷髅王上路拆个塔 下落这个伐木机 有没有幽灵剧毒 有有幽灵剧毒 这幽灵剧毒吐出来以后 定住 这个伐木机勾走 但是血量已经空了 这波伐木机在下落被带走了以后 也是有点僵 马桶这波很机智的 在前几点了一几幽灵剧毒 出一个破坏效果以后 你这个皮不生效 你这个皮没办法再增加你的护甲 和增加你的回血了 就之前攒出来的 不会消失 但是不能再增加了 很机智 这样人头数来到一个7比6 双方现在的一个 诶 这只鸡 这只鸡 这里Crokey过来的时候 被对方看见了 VS这个地方看到了Grade 这个吃到了一个恢复 也是比较难受 这好一嗓子还是被躲开了 还要嘲讽一波 看一下TB这个位置 TB这个位置 拿自己的幻象再帮着去 分担伤害 倒影准备给出来 没有给 倒影没有给 这波并没有想去动对方的手 其实刚才先知如果飞过来的话 这个妖蛾子是可以杀的 先知飞过来 然后TB开一个变身 然后框住了以后 直接一顿输出 应该是可以带走 妖蛾子这个英雄前击护甲非常低 它的敏捷成长也特别低 1.6的敏捷成长 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经济来看 基本还是持平 大哥位的经济也基本持平 目前比较僵硬的下路的两个互相伤害的人 幽鬼跟这个大熊猫两个比较穷 但是大熊猫这个点 他不需要什么装备啊 跳刀一出带节奏去了 这里拍一下 看看先知一个大招弹一波 这里VS要被单杀了吗 这一次这波还是被单杀的 这个伤害确实有点高 TP也没有打断技 这场比赛这个TP等于无敌 确实是有点弹疼 这块还已经提早插好了 一个进攻的高台视野眼 先知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赶紧把这个眼给排掉 123块钱 阿姆基呢 接着去断兵发育 九仙这根有大招 跟这个九仙两个人互相伤害 也是拍个地板 两张TP量紧拿 九仙直接开大 往前追好一下 一个石头扔上来 苏苗这个位置 好像是不太好跑了 再锤一下 这里大招给上以后呢 这里接着定 这里走不掉了 想临死之间再打一点输出出来 不过没有起到性格的效果 那么这样啊 TP在这段时间因为没有人管 他是一直在野区疯狂的去刷钱 自己的经济目前也是 刷到了全场第二 伐木机节奏被断两次了 前四野现在的经济没有断 靠着刚才在上路 拿过一个一塔的钱呢 现在的经济是暂时排在 全场第三的一个位置 这里妖蛾的失了一个发加速 逛街逛的飞起 一直没有人能找到他 双方人都说 我们前是一个7比8 立刻的一直是落后一个人头 一直是落后一个 这里GH又要被秒了 GH又要被秒了 这里就是TP换血 换完血以后呢 这个位置 血影方灵也被带走 那双方人都说 来到一个9比8 这场比赛不得不说Cray的这个血影方灵 在野区不停的逛街 找人单杀这个动作 还是有点想法的 这个位置的真假眼 就是侦测到了马桶上来的这个动作 下路9线现在没有大招 看见这个伐木机还是要稍微怂一点 对方也知道他没有大 那么伐木机是有机会能去追一追的 9线如果不去 小心一点自己的走位 有可能要被逼出一张TP来 亚龙现在是满级的毒性攻击 一级的这个优名剧毒 三级的皮一级大 一级的优名剧毒 就是专门为了去打对方的优鬼 和杀这个伐木机运用实际上 感谢观众大佬泽索的一起哈皮 这名字有点长 我现在来不及看 这块拍地板给一下 这里恐吓砸出来 但是自己是先死的 优鬼这个地方过来以后想杀 还是想杀 这里vs换一下 这个伐木机怎么说 伐木机这个地方被定下 现在双方人都是9比9 很关键 这个优鬼这有点僵 优鬼这个地方有点僵硬 优鬼这个地方是跑到了高地上 正好自己的技能结束下不来了 这就是高富帅呀 这就是高富帅呀 这样双方人都是来到一个9比9 看一看下一个人头 这个时候估计下了十杀的朋友们 肯定下了十杀竞赛的朋友们 肯定是很慌啊 很慌 这个时候是九仙过来以后 后排先知 先知的这个位置 其实他的位置很危险 他是有可能要死的 这里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线上有机会动手 这巫妖直接开一个大招 这个时候Fly被带走 还是液体线拿到了十个人头 这时候再往手里里面找的时候 S4已经是一个跳刀开溜了 S4已经是一个跳刀开溜了 这样的话液体还是率先拿到了十杀啊 看一下这个九仙 这个位置感觉是要死了 这先知飞过来帮着分担一下 但是自己这波感觉是送了 但是拖了一点时间 这个位置 骷髅王的输出不够 骷髅王的输出有点低 这场比赛 这一只手里有一个换 换过来以后 Miracle过来打一顿输出 S4第一条命交掉 巫妖手里这波没有大 看一下后续的输出 垂住以后 Miracle一个换血 换出来以后 前四鞋再被Miracle收掉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双方的比分 来到了12比11 液体目前领先着2000的一个领先优势 尤其是Miracle的这个TB目前是一个无解肥 而且亚龙也很肥 反过来看这个EG这边 伐木机这场比赛 因为节奏老是被断 他的经济一直没有起来 而且他选择的装备是直接密法鞋 以后直接裸出这个 血精石并没有做魂戒的一个打算 这里亚龙找到了对方的巫妖 巫妖是直接被秒 这个双倍的亚龙打到巫妖身上的话 伤害确实还是太高了一点 而且这个亚龙是第一件装备 选择出了一个雷锤 现在RTC的游鬼的装备呢 选择是假腿听见 然后呢先去做单刀 目前还看不出来 他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什么 单刀出来以后 下一件装备 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 看看情况 看一下这边马桶 哎呦有马桶 这个位置感觉好难受啊 单杀了 这个Crate这场比赛 这个妖蛾的在对方野区 不停的去找人单杀 还是有点让人恶心啊 你这说 他这个事情做了一整场了 到现在为止 液体被这个妖蛾单杀的人 至少有三四个了 已经在这个野区这个位置 Crate这场比赛 在游戏的17分钟 作为一个四号位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绿鞋 加上一个风胀 有了风胀以后呢 他可以利用这个风胀 加上组组王冠的一个配合 把对方定位定的更 定的更准一点 TB目前的经济呢 继续保持在全场第一 领先的优势也是比较多 装备方面正在做自己的一个分身赋 还差一千块钱 另外呢 再拉一波远古 这波再拉一波远古的话 感觉是不是要考虑去开变身清啊 不开变身清 这波远古好清不掉 这里插一个眼看到了TB的本体 那TB的本体基本就凉了 看见了已经肯定就凉了 这波直接被秒 完全没有放出任何技能的一个机会 优鬼开大呢 也是把其他的人这个战位稍微逼一下 不过这一波应该是要打的 这波应该是要打的感觉 这个液体 放弃了 液体这波现在暂时放弃了 这个高端是没有视野 这个位置如果有视野的话 这个九仙肯定是要跳上来跟你拼的 九仙我现在有跳刀 有拍地板有大招 我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跟你送 这个地方先知 拆掉这个眼以后呢 直接被阻挡罐 加风杖落地一个 星际迷宫 VS这个位置肯定也不会去换他 VS这个位置要换的话 自己是亏的 中落这里亚龙是一个人找到了前四爷的骷髅王 骷髅王被杀了 骷髅王还是带着自己的大招 应该是CD刚刚赚好 这个 看看进化下来以后 一个石头甩上来 那么九仙的这个变身 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 看一下乌妖的大招 刚才杀TP的时候 直接甩了 他并没有省大 火龙果一张TP来到中路 火龙果的这个TP定住了一个亚龙 这里拿自己的飞盘去耗一波血 这段时间 其实最舒服的是幽鬼 他的这个经济身是没少长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真眼 看到了这个九仙 看到这个九仙的话 现在没有人能过得来 TP赶紧开变身 把刚才的自己囤的这波矿呢 稍微挖一挖 EG这个阵容没有人能挖矿 所以只能看着对方的这个远古野 这波远古呢 就是忘怪星探 没办法 不是没有收掉TP的矿 是收不动 他打不过这波矿 如果他们要是所有人过来打这波矿的话 那结果就肯定是被刚才EG的地方人追回来以后 被枪杀了 这波TP又被秒了 这个来不及换血 直接被给上一个恐吓以后呢 衔接上控制 这样吧 Miric的节奏连断两波 而且正好卡在十分钟 这个杀神符的时间 上路好在这个熊玩九仙是比较极致 提前到了上路去把这个上路的神符控了 没有被EG控到更多的神符 那么这样EG在这场比赛进行到二十分钟的时候呢 人头数现在领先一港 经济之落 后不到一千了 曾经一度是落后两千多的经济 现在也是追平了 不过这两支队伍从经济这个差距上来看的话 还真的是挺接近的 这两支队伍在没有出现这个太多的接触的前提下 没有明显哪一方优势的情况下 经济一直没有明显的差距 这里组织王冠加风杖 加上一个大招 加上暗影迷宫 这边九仙出来以后 VS能定 哎呦 这个Cred没秒掉 这个VS这波 这波稍微有点亏了 这个是他这场比赛的单杀第一次失败 而且是被反杀掉了 TB的分身符马上能够做出来 这个时候EG选的是过来打一波肉山 这个肉山马上打完 肉山盾的应该还是交给RTZ去拿 这样的话RTZ的经济目前是来到了全场第48300的一个经济 装备方面分身符已经出了 TB也是做出了分身符 TB比这个优鬼的经济大概多了2000块钱 其实就是多了一个魔龙枪 他们俩现在这个装备差距就是 但是就目前来说的话 分身符这个道具所带来的一个团战的 质变的就对于这个英雄的提升还是明显 TB要高一个档次 看一下VS这一个锤 锤了一下以后对方要的是直接选择开了一个暗影之境 躲开这个锤以后看看中路的二塔 伐木机呢无伤抗塔 这里骷髅王上来以后靠着视野优势直接秒掉Crokey Crokey这个最后是被Sumiel转了一下直接转死 这里祖先开大S4这波感觉好像走不掉了 VS被这个优鬼 哎优鬼赶紧再传走 VS换了一下以后 Miracle在这个人群当中是被秒了 什么都没有做 这里骷髅王交掉自己的第一条命以后马桶开启BKB 这个时候马桶的输出很高马桶的输出这个时候很高 这也是在晕一下伐木机前死也已经被堵死了 这个时候马桶开启BKB还有一点实际的时间 幺蛾子的这个后续伤害再加上优鬼的输出 nice带走了亚龙 看一下这个九仙也走不掉 往回走的时候正好是旁边有一个经济迷宫 这个位置五人团灭 五人团灭完美团 一致这波团战打完 TB在这波团战当中又是什么都没做 在这个位置直接被带走了 而且TB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我还是有点没有来得及歇过去 让TB的经济现在落到了第二名 第一名是在这波团战当中赚的盆满波满的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这波团战五个人杀了仨 然后呢RTZ是收掉了一个亚龙 现在这场比赛打到24分钟 Mirgold的TB呢又是经济现在被对方反挑了 而且优鬼的经济现在已经追上了 这场比赛DZ的装备选择的是分身服以后直接去做这个散尸 话说散尸 这场比赛散尸感觉这个道具效果一般啊 这场比赛其实老干爹在整个比赛的行动当中吃亏吃的特别严重的一个点是在这个 刚才这个扫描是扫到了过去吃福的一个亚龙 亚龙这里征路看到旋律防灵以后一套技能再扔一个暗影剧毒 这波很难走出去走出去以后看看这里再给一个平A 这风杖吹起来两个人都是风杖落地但是这有一个跳刀 这波很转这样的话亚龙的这个大招一波也是浪费的掉 TB呢在下路又是把兵线带的比较深的一个位置 现在他的经济勉强能够去追着对方的这个伐木机 他现在要等自己的BKB 没有BKB下一波团战没法接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TB的BKB一旦出来了的话 正面战场EG其实就很难杀他了 团战的时候必须要能够在这个TB没开注BKB之前来把他打死才行 只要开注BKB来以后 EG这个阵容拿他就没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了 伐木机所有的输出拿这个TB都没办法 这里过来直接打一套连上控制 nice能不能直接秒秒了漂亮 马桶这个位置开始BKB 但是对方人有点多 nice换一下马桶过来要吃圣坛 要吃吗 吃圣坛以后呢 这个地方被风杖吹起来 风杖吹起来以后回不上血 很尴尬 这样啊被对方一个破影机直接带走 这波团战是被EG抓住机会 打了一波一换四 那么VS跟九仙两个人稍稍买活 首页这路高地 TB这个波是不会回来的 他这个时候肯定要去刷BKB 没有BKB之前绝对不会去三团 那比赛到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Crokey的先吃 目前装备方面是一个寻张 加上微光披风 作为拳掌一直在疯狂的去做这个辅助装的点位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装备算不错了 GH这个时候也是在帮着去买一些增加眼 力快的选择的是一波三人开悟 TB在下路带线 然后呢熊猫九仙 VS加亚龙三个人的一波开悟 看一下这个伐木机 VS这过来直接给上一个减甲 晕住吗 风胀吹了一招 这里九仙上来给上一套技能 这里再给上幽灵巨毒 出不去了 这波是直接被找到机会击杀掉 587块钱给到马桶身上 这波伐木机节奏被断以后 TB回到上路 现在已经拿到了自己的BKB 因为刚才一直在下路带线 没有人管 所以Miracle的这个经济 现在又是重新回到了全场第一 幽鬼的经济 现在是全场第三的一个位置 也是在出BKB 看一下这波 看一下这波这个幺蛾子怎么说 这波这个幺蛾子 夜眼的一个扫描 是扫到了幺蛾子 一个逃生的一个位置 这里吼一嗓子 有视野框柱 框柱以后这个跳刀用不出来 这里开一个暗影之境 但身上有一个 身上有一个骨灰 很尴尬 里边出来以后 人头 哎呦 最后是Miracle的一个暴击打死了 这样的液体可以过来 趁机是看野肉山的 肉山还没有到杀心的时间 可以过来推个对方中路二塔 没有幺蛾子的情况下 目前正面战场是一个 5打4 Miracle不打 Miracle接着去刷 Miracle应该要打呀 这一波 这个时候如果不去 趁机推到对方中路的二塔的话 这个中路二塔一直摸不到 也很蛋疼的 这波如果液体 这波这个 TB有盾的话 我估计他们高地都敢上 但是没有盾 没有盾应该拆一个二塔 然后就溜了 Miracle这波拿到二塔以后 经济来到了15500 优鬼在下路带了一波线以后 现在生日的装备呢 也是快要做出BKB了 还差1000块钱 VS再出推推 这块这个传送 这块这个传送 这块这个传送传出来以后呢 S4是直接一个条路进去 因为这有镇加眼 这有镇加眼可以看到这个Crokey 这里赶紧把你这个眼给你排掉 这个眼Crokey这个 嗅觉还是可以的 Crokey这波嗅觉还是没毛病的 先知这边过来开了一下树林里面的视野 但是没有发现人 肉山的刷新时间呢 还有五秒钟我们可以得知 TB的装备 下一件装备是准备BKB以后 直接去做蝴蝶爆输出 这场比赛他爆输出没毛病 这场比赛 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去击杀掉 对方的伐木机和这个优鬼的话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输出爆到一个 一个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变态的程度才可以 对于他来说 这场比赛能够做的装备 就是先做一个BKB铺垫一下 然后赶紧蝴蝶 然后冰眼 然后大炮 就这么出就行了 优鬼做出来了BKB 这波肉山团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眼 伐木机 这个位置 VS换回来了一个无妖 无妖这个位置直接被秒 看一下妖蛾自在人情当中 优鬼开大过来了吗 骷髅王还没有交第一波大 但是TB开启了BKB 先打走第一条命以后呢 优鬼冲 优鬼现在正面团刚不过 他现在刚不过这个TB TB手里面还有一发换血 这个时候又 但是亚龙被缠住了 这样的话 这波TB要尴尬了 这波TB落地以后 没有放出技能的一个机会 这里又是一个风筝 吹起来了九仙 落地以后又是一套技能 直接带走 这波僵了 苏苗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波团战意志最可怕的是 他们连买活都没用上 买活都没有买 这波团战 这个刚一开始的 这个骑手打得太瞎了 他一上来是把乌妖给换下来了 想要第一时间去秒乌妖 但这儿当时站着一个人 骑手打瞎了这波 而且这块一大堆的这个 一大堆的疯胀 也是让TB里边很难 让TB和液体整个队伍里边很难受 另外就是幺蛾子的那个 荆棘迷宫缠住这个亚龙以后 没有人在亚龙身边 幽鬼开着自己的分身符 直接用荒芜瞬间就把这个 亚龙给秒掉了 亚龙这场比赛走的是一个 纯输出的一个路线 大雷锤加上一个BKB 根本扛不住对方幽鬼 在贴身了以后的一个 荒芜的分身符伤害 而且乌妖的大招又是拉满 乌妖刚才那个大招 是第一时间甩到了这个VS身上 当时没有注意到 我没有注意到看清这个 他那个大招有没有弹到别人身上 因为他这个大招的特效 感觉不如那个 就是DOTA里边那么明显 这里优鬼开大过来 又是找到了这个亚龙 直接被秒 亚龙这波被秒以后 TB现在没有变身 正面战场 然后RT自己开着BKB 这里过来直接找VS VS这个位置 TB这个地方应该是在犹豫要不要跟他换血 但是也不可能换换了自己就要死 那这样的话液体可能要回家了 液体估计估是要回家了 我很不喜欢液体拿这种阵容 液体拿这种阵容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赢的 这样的话我的第三连续的三届 这个TI冠军的预测 正确的预测 看来这个记录要被破掉了 Mirror这波开启BKB以后呢 也是幻象全部被清 这辆比赛因为有一个伐木机的存在 所以他就清你的幻象很快 反买大叔 但是这个凭良心说啊 凭良心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整个DOTA来说 我觉得对于DOTA来说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对于DOTA来说是一个好事 OG能够进入到这个决赛 然后呢 EG能够重新崛起 液体和VP 你不能说液体和VP打的 打的不好 就只不过他们延续了自己的这些套路和风格 没有成功而已 这里换鞋换一下 Mirror赶紧往回车 又是被风胀吹起来 这里一个恐吓扔上来以后 这里推推救下来以后 Mirror还是扛不住 马桶这边还是扛不住 RTC这波身上的肉汤盾还没有交 这刚才打掉一个盾 TB的变身也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上来以后 直接一个扬刀扬住 扬刀都已经有了 拔木机里边跳刀加扬刀 这波团战TB选择买活 GH在人群当中被顺秒 九仙开出来自己的大招 攻击目标选择的是邪影方灵 邪影方灵这里风胀吹起来以后 TB这里给上一个倒影 感觉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卵用 自己这个位置分身 想躲一下锤 第二时间还是被留住 BKB开起来 U鬼再一次开大 前四爷这块剩下一点点血 就是没有人能打得死 也没有人打他 这里暗影 邪影方灵用一个诅咒王冠 定住Mate Control击杀掉以后 这可是九仙选择买活 可是九仙也没有大招了 那这样的话 液体这一波高地 是不可能守得住的了 冲上来以后 直接被杨九仙被顺秒 那么骷髅王的大招被打掉以后 减缩 Miracle这里站起来也没有用 五人团灭 打出了GG 恭喜EG 2比0战胜了液体 2比0战胜了液体 那么这样的话 EG是挺进到了败者组的决赛 他们将在明天凌晨一点中 去迎战老干爹 决出最后的一个总决赛的名额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届比赛打到现在 我觉得对于整个DOTA来说 是个好事 OG那边去拿出一个新人 OG又挖出来一个新人 并且拿到了Ti的这个决赛的一个门票 EG这边重新崛起 液体的状态 保持的也不错 老干爹目前是全村人唯一的希望 其实各个赛区现在都有一个 很强的一支队伍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队友 整个DOTA这项运动来说是好的 一加独大不是好事 一加独大不是好事 然后老的队伍 如果一蹶不振也不是好事 像Alance 像Navi这些队伍 他们就属于是一蹶不振的一个状态 但是至少现在 EG秘密这些队伍 他们的状态都还是在逐渐的在变好 好了 那么这样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我是桑尔大叔叔 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和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今天的直播呢 也基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我们明天凌晨一点见 那么明天也是整个 这一届TI8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败者组的决赛和总决赛 好了 这样比赛就到这 咱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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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